其實是跟我們所謂的平衡 這個平衡有關的 其實就是一個人的圖形 要畫十字架 它是要平均的 也許你的足弓不夠 就會歪東歪西 因為這邊歪那邊歪 對 我之前門診遇過一個 大概是三十幾歲中年的男性 然後他來說是腰部痛 對 然後他也是已經 就是中西醫都求知過了 然後就是說 西醫給他檢查看起來 光安好像也還好 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中醫去給他推拿 推推是跟他說 所以他來的時候 他講是說他想檢查 有沒有骨盆歪斜 對 我想說 怎麼會有一個年輕男性 要來檢查有沒有骨盆歪斜 然後他才跟我講說 因為他長期腰痛 然後推拿是跟他這樣講 那當我們幫他照S光 我說第一個 你照S光 看有沒有骨盆歪斜 看不太出來 很多骨盆歪斜 是因為你根本沒躺症 你這樣S光照 你只要稍微歪一下 看起來就是歪斜的 對 所以其實更重要 是要理學檢查 那我就幫他就是躺在床上 先上去放鬆他骨盆的肌肉 去做比較 去檢查 發現他其實有點長短腳 這個長短腳是微幅的長短腳 所以再進一步的看他的足弓 他就一隻腳是正常的 一隻腳是足弓塌陷的 對 這是造成只有單邊 足弓塌陷的其中一個大原因 就是他長短腳 這個長短腳如果是天生長短的話 他比較長的那一隻 就會想要把足弓壓得比較扁 他試圖讓他兩隻腳一樣長 視力點 對 他如果說沒有辦法 讓他兩隻腳拉得一樣長 然後他就是會 就是所謂骨盆歪斜 所以他的腰痛是這樣子來的 其實如果更深一層的 有的人 對 他會影響全身這個平衡 這種長期走路下來 年紀大了也比較容易會退化 尤其還有外景的攝影師 常常也就是斜一邊 因為一直看進去 看到就記憶拿下來都變成這樣 那也是奇怪 那是職業傷害 對 如果妳不去矯正 其實妳的視力點已經都不平均了 我之前也有這樣子去矯正過一次 然後我才知道 那個時候醫生跟我講說 叫我拿鏡子看 他說妳知道妳在歪的時候 他說妳的 對啊 他說那個肌肉就是一高一低 他說 喬回去之後 就是那個長短腿 好很多之後 臉就變正了 對 我這也是因為我小時候 就從小一一直學跳舞的關係 然後一直跳跳跳到大學 那可能是學芭蕾舞的關係 現代舞的關係 然後現在上節目 有時候要穿高跟鞋跳舞 所以我有一次在練國標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 大拇指這個骨頭超級痛 就覺得它好像炸出來的感覺 然後我想說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我以前學跳舞好像沒有這樣子過 然後後來發現我的腳 好像形狀跟人家不太一樣 然後後來去問他說 因為妳這麼圖 是因為 拇指外翻 對 然後後來才想說 對 因為 小時候學芭蕾舞 現代舞 他們的 就是一些不太符合人體工學 他要整個點起來 然後因為視覺的關係 你舉後腳的時候 一定要有點撇 就因為這樣 可能腳比較高或比較長 就一點點視覺的關係 所以就因為這樣子 長期練下來 我發現我的 就是大拇指有拇指外翻 我的拇指外翻 平常不會痛 只有穿高跟鞋的時候 要用力的時候 它不會痛 所以它其實 對我來說 它沒有造成我生活上的一些 不適 就不方便 所以妳不想 去把它矯正 因為我聽說腳正是要開刀的 是有點麻煩的 其實它的腳 我剛剛節目前有稍微看了一下 它比較像這一型 沒有這麼誇張 所以當妳的腳自然放鬆的時候 它腳趾頭其實是這樣子 往前有點圍勾的 因為它很習慣腳要抓 就穿在鞋子裡面 腳要用力這樣抓 這個足弓常常要撐 撐久了腳底的足底的 筋膜的部分就會比較緊 久而久之比較緊的話 它整個腳是比較不容易放鬆的 而且它很有可能它的腳底的 這個正中間的地方 比較容易會起腳 對 沒錯 妳左腳這個很酷喔 對啊 然後因為現在鞋子都做尖頭了 所以它其實這邊 我的大門之夜店鞋鞋的 但是 剛看起來是介於輕度到中度啦 對 然後可是 因為人家就說 妳就是盡量不要讓它惡化 因為我還是 高跟鞋還是低穿 對 還是得跳舞 所以就是我會去買這個 就是 就是要直接這樣 套在中間 把這個縫縫撐開 因為妳穿鞋子都是把它擠壓著 妳好歹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把它撐開 讓它放鬆 我這邊分享一個案例是 大家都覺得說 腳底可能剛剛說會影響到上來 那有時候腳底是不是常會 女生穿高跟鞋長肌嚴 或是長硬硬的一整塊的品質 會有這樣的一個困擾 那我自己門著裡面 就有一個上班族的一個OL 那可能要常常走來走去 走很多路 可是它可能就這樣 穿像雨昕那種很漂亮的 高跟鞋走 因為還未婚 那可是走著走著 半年一年下來 它腳就開始痛了 因為我們知道高跟鞋的話 腳跟是比較高 重力都在前面 所以它前面不是產生肌嚴而已 它是一整片 我們會叫 所以好像是 它沒有穿鞋之後 這邊就有一整塊硬硬的東西 而且它的左腳跟右腳 還不平衡 一隻腳比較多 一隻腳比較少 那這個很痛怎麼辦 通常大家就會拿指甲剪 或什麼在那邊刮 結果眼睛視力不好的時候 有時候還刮流血 那其實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所以其實這時候 常常會有病人問說 其實他不知道 肌眼或品質要看什麼科 對 就是看皮膚科 那皮膚科的部分 我們可能就會幫你把這個硬皮 用手術刀片刮掉 其實我會建議他就是說 上下巴還是要換穿 不同的鞋子 那135穿一雙 246穿一雙 那你不要那個顏色不一樣 也是形狀 整個造型都要不一樣 讓它放鬆 才不會說他一直吃力的點 都是這個點 那就慢慢去改善 那至於左右腳的部分 我會跟他說 可能你的 譬如說那一邊左腳 左腳的這一塊比較硬 比較大塊 一定是你這隻腳出比較多力 其實剛剛我們提到 傾斜的問題 很多人都是一隻腳 用比較多力 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叫他說 你要用你的意識力 告訴你右腳 要多用一些力氣 讓它平衡起來 這樣子才會比較好 不然5年10年之後 真的就是膝蓋開始會痛 那再來我會跟他說 你個性會不會比較急 就是走路比較快 他說醫生你怎麼知道 一般這種走路很快的時候 其實他有時候一個腳下去 上來的時候沒有很完整 他可能是走一半就提起來 走一半就提起來 所以他的受力比較不平均 這種的個性急的人 走路非常快的人 有的還走很快 說一天一萬步 但他一萬步 可能都是走半步 所以這種情況也是會影響到 這個要提醒大家 講到那個鞋子跟腳 我甚至想到一個 我以前的同事 就一個開刀房的護理長 那開刀房的護理長 就是長得很漂亮 但是比較袖珍 他平常下班都是穿那個 恨天高的鞋子 就是習慣穿很高的鞋子 可是因為上班的時候 一般是穿那個護理鞋 然後有一次他就是下班 換了正常的衣服以後 突然被那個 一個外科的主任看到 然後主任就說 長高了喔 然後他就覺得 怎麼可以這樣 所以他從那一天之後 他在開刀房裡面 也開始穿那個 就是內增高的護理鞋 對 那他也很厲害 他穿那個內增高的鞋 就是其實 在開刀房工作也很辛苦 就是有時候 或者是有時候要 他們其實都跑來跑去 其實工作很忙 然後動作 手腳都很俐落 所以他穿的那個 內增高的鞋 就是跟別人 沒有任何的兩樣 也不會因為那樣就很奇怪 可是有一天啊 就是我後來隔了幾年 有一次就是在開刀房更衣室 然後就遇到那個護理長 我看到他的時候 怎麼感覺 是我長高了嗎 然後我就仔細一看就 好像護理長的鞋子不太一樣 而且他背上穿一個 那個腰的護甲 然後我就說 你怎麼了 然後他就說 他因為長期穿鞋子 就是穿太高 然後結果導致他腰很痛 後來他就去骨科做檢查 然後照那個就是斷層掃描 結果發現他的腰椎就是 有一點滑脫 甚至有一點長骨刺 那就有點壓迫到那個神經根 對 那骨科醫師就說 不要再為了愛漂亮 然後對 萬一你真的脊椎受傷 以後還得不償食 所以他從那之後 他就改回穿 就是比較正常的高度的鞋子 頭皮密碼長拳機 輕易反而動全身 中醫的話就是會看 如果你是屬於頭皮 皮會比較 乾乾的這種皮屑 它大部分都是屬於血虛 因為我們的血是滋潤 我們的皮膚 毛髮 所以你當血虛的人 他的那個皮屑就會比較乾 然後皮膚白 那如果你的頭皮會比較容易發紅 然後你的頭皮屑是有一點油 比較有一點黏的這種 這種它是屬於濕熱 就是它是有一點火氣 濕熱型的 然後那如果有些人他的頭皮 他除了紅還會長一些毛 就是毛囊炎 或是有一些那種濃炮的這一種 這種它大概就是已經 到了火氣的狀況 我們講說可能是一些 肝膽火旺的一個狀況 那我之前有一個病患 他就是專程 他其實是來看頭皮的 那時候他來看診 他就是說因為他 就是這幾個月 他就是開始有頭皮癢 然後頭皮開始有一些小的 那個毛囊炎發生 然後他又先去看西醫 那西醫診斷 一個西醫是說是 就是那個毛囊發炎 所以給他吃了抗生素 結果他對抗生素過敏 所以他整個臉就腫起來 他就不敢再吃了 然後他就去另外一個西醫那邊看 然後診斷是 但是因為他真的就是很癢很癢 然後就是 就是癢到晚上都會睡不著 那因為西醫他的外用藥 其實擦頭皮不是很好擦 因為頭皮上面長了頭 就是頭髮 那藥膏也不成好上 然後又整個大範圍 他想說我是不是身體 有一些問題 所以他就來看中醫 那我那時候看 他大概就是有一些乾火旺的一些狀況 大概是因為前一陣子 可能一些壓力 導致就是他的就是精神 情緒那邊 因為他其實比較偏向 應該是植肉性皮膚炎 然後情緒壓力導致 他那個植肉性皮膚炎的一個發作 那中醫其實就是用一些卸火的藥 那他因為他有火氣出來之後 睡不好 所以變得心 從乾火影響到心火 所以他心火旺睡不好 那因為癢睡不好 然後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更癢更睡不好 火氣又更大 所以就用一些比較卸火的藥 然後這樣搭配吃的時候 發現他慢慢那個頭皮症狀 就是他最開始是先痘痘不見 然後再來就是癢的那個情況 就會慢慢緩解這樣子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